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百二十一集 暗流汹涌 此日 徐二郎起码来到汉林医院 书籍是严格来说不是官职 而是一段学习工作经历 成为书籍事后 徐二郎还得继续读书 由汉林医院学士负责教导 期间参与一些修书工作 协助学士为书籍作助 替皇帝起草诏书 为皇帝皇子皇女讲解荆棘等等 因为许千安的缘故 徐二郎的前途大受打击 起草诏书 为皇帝讲解荆棘 这些工作与他无缘 也是因为许千安的缘故 他在汉林医院里如鱼得水 颇受离带 汉林医院的官员 是轻轨中的轻轨 自视甚高 对许千安的作为 及时赞赏 连带着 对许二郎也很客气 听完汉林医院大学士 马修文的讲学后 许新年进了岸读苦 开始查阅先帝的起居记录 皇帝的起居记录并非机密 属于资料的一种 汉林医院谁都可以查阅 毕竟起居记录是要写进史书里的 而史书是给人看的 相比起史书记载注定过大于功 注定争议颇多的远景帝 先帝的一生可谓是平平无奇 既不昏庸也不强敢 在魏四十九年 仅发动过两次对外战争 这还是南北蛮族逼迫的太紧 不得不出兵讨伐 翻着翻着 雪二郎看到一段对话 发生在贞德二十八年 对话的主角是先帝和上一代人宗道手 先帝说 自古受命于天者未能长存 道门的长生之法能否接此大限 人宗道手说 长生可以长存不行 先帝又说 闻道罪一气化三清 三宗一史 不知是三者一人 还是三者三人 对话到此结束 诶 后面怎么没了 雪二郎嘀咕了一声 继续翻开 据说在两百年以前 儒家大圣之时 皇帝是不能砍起居禄的 更没资格修改 直至国子剑成立 白鹿书院的读书人退出朝堂 皇权压过了一切 打那时候起 皇帝就能过目修改起居禄 当然国子剑出身的读书人也不是毫无分骨 也会和皇帝据礼力争 并一定程度的保留真实内容 雪二郎没有在意这个细节 接着往下看 边看边记 不知不觉到了用午膳的时辰 雪二郎出了暗毒库 到膳堂吃饭 席间听见几位武精博士 边吃边谈论 今日朝堂真是精彩分成啊 左都御是元兄 弹劾王首府收受贿赂 兵部侍郎秦元道 弹劾王首府贪污君相 还有六科己事中那几位 也尚书弹劾 像是商议好了似的 王首府因为镇北王 图成案的事情 彻底的惹恼了陛下 此事摆明了是陛下 要针对王首府 再逼得起骸骨 魏元高兴坏了吧 他和王首府一直政见不合 今日只是开端 杀招还在后头呢 王首府这次悬了 就看得怎么还击了 除非他能联合朝堂诸共 但朝堂之上 王党可做不到一手遮天 徐二郎皱了皱眉 莫名的有些烦躁 先是想到了王思慕 而后觉得 经察之年党争激烈 经察之后这半年来 党争依旧激烈 党争之后又党争 党争之后又党争 有几人是真正在为百姓做事 为朝廷做事呢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 正是那位沉迷修道的九五之尊 第二天 事情果然发酵了 佐都御使元雄再次上书 弹劾王首府 细数王首府贪赃六大罪 并罗列出一份名单 涉事的王党官员总计十二位 兵部侍郎秦元道 则继续弹劾王首府贪污君相 也罗列了一份名单 元景帝勃然大怒 下令严查 这场风波起得毫无征兆 又快又猛 正如剑客手里的剑 王党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官场暗流汹涌 徐二郎请了半天假 骑着马哒哒哒的来到王府 拜访王家大小姐王思慕 王府的门房已经熟悉了徐二郎了 说了句稍等一溜烟的进了府 许久后小跑着返回 徐大人请随我来 徐二郎被引着去了客厅 见到了端庄温婉的王家小姐 他依旧是既往的秀丽灵动 但眉宇间有着浓浓的丑色 王思慕挥腿厅内吓人后 徐二郎沉声说道 这两天朝堂的事我听说了 恐怕不是简单的敲打 陛下要动真格了 二郎果然聪慧 王思慕勉强笑了一下 爹昨日在书房苦思一夜 我便知道大事不妙 首府大人处事老了 经验丰富 必有对策 王思慕苦笑摇头 此次危机来势汹汹 恐无事件仇备 今日入狱了一批官员 明日也许就是我爹了 陛下不会给我爹反应的机会 我听爹说 前日陛下召见了兵部侍郎秦元道 左都御是严雄 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楚州屠城暗中 爹和魏冤联合百官 逼迫陛下下罪己诏 而今陛下事后报复了 徐二郎沉默了一下 首府大人为何不联合魏公 王思慕摇了摇头 魏公和我爹政见不合 素来敌对 他不落井下石 便谢天谢地了 徐二郎一时无言 这又不是当初楚州案的形式 百官同一阵线对抗皇权 对于其他官员 包括魏冤来说 王党倒台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位置将空出来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利益 是切实的利益 趁着王党倒台壮大自身 才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做更多的事 除非我爹能短期内联合各党 才有一线生机 可对各党而言 坐等陛下打压我爹 便是最大的利益 王思慕叹口气柔柔地说道 二郎 这该如何是好 徐二郎张了张嘴 无言一对 好气楼 南宫倩柔陪坐在茶几边 气质阴冷的美人 此时带着笑意 义父 这次王党即便不倒 也得损兵折将 从此以来 再没人能倒您的路了 王真文和义父正见不合 处处阻扰义父推广心整 斗了这么多年 这块绊脚石终于要没了 阻拦我的 从来都不是王真文 委员低着头 审视着一份堪余图 不过倒了也好 倒了王党 我至少有五年时间 他突然不说了 过了许久轻叹道 再过两个月 就是秋收 我的战场 不在朝堂之上了 随他们吧 义父这是打算重掌兵权啊 南宫浅柔精神一阵 他玄机意识到了不对 秋收后打乌神教 是义父早就定好的计划 但他这番话的意思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在朝堂之上 这意味着打乌神教不是小打小闹 义父是想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南宫浅柔心里闪过一个疑惑 理由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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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